朋友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早餐 今天改喝芝麻糊了 天天喝一个去湿的一米粥就喝腻了 所以换换口味 华姐这炒了一个素菜 这个是莲花白 一人一片全麦的面包片 一人一半咸鸭蛋 一人一个煮鸡蛋 好吃 早上炒菜感觉还挺好吃 这段时间天热 都不想炒菜吃 都是凉拌菜 今天把这莲花白炒一炒 好久没炒菜了 朋友们刚刚早上起来了以后 我试着在交管12123上面报了一下名 看我们能不能现在报名考试了 然后上面显示是 我们是18号去的那个驾校 然后信息录进去了 然后19号他才登录 就是把所有东西才弄完 所以从19号开始算20天嘛 然后我一报名显示报不了 应该还差两天 还差两天就可以报名了 但是说是如果正常 只要在9号之前能报名 我们15号就可以考试 所以我们在今天是6号 那我们就是8号 我们再试一下 看能不能报上 希望赶紧报名吧 赶紧考试吧 突然感觉时间现在很静了 对 还有一周顶多 好快了朋友们 你们信不信封啊 我们一想到快考完试 我们又可以快继续出发了 还是蛮兴奋的 还是喜欢那种 在路上 风的玩的 对 开车吃沉的感觉 对 吃沉在路上的感觉 好想念呀 对 大家好 我是夏天 大家好 华姐 昨天的视频呢 我们带大家去看了一下 常德的城头山遗址啊 那里被誉为 中国发现最早的城市 在6300多年前的城市 昨天我们在那里面去逛的时候啊 非常感叹远古鲜明的智慧啊 真的是惊叹到我们了 那今天呢 我们不打算出去了 因为昨天去逛了一圈蛮累的 今天想稍微休息一下 就过上一会呢 我就准备要刷刷题了 预计15号可以考试吗 这时间很近了 我的题还没来得及刷 为了我们能顺利考试 然后顺利出发 我们现在这两天一定要抓紧时间都刷刷题了 所以在我考试之前啊 如果偶尔出现断根一下 大家请理解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这两天不打算出去的时候 没啥东西拍的时候 然后又顺带想刷题的时候 可能就偶尔会断一下啊 所以也就不再另外通知大家了 大家就理解吧 咱们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事情是考驾照 对 刚刚去拿了一个快递啊 然后顺便拆一下 盒子已经扔到外边了 给大家看一看呢 这个东西呢 也是为了我们今后出行更舒服 嗯 对吧 要不然我们每次都是爬安山 很多朋友应该都有 因为上次我们直播的时候 还有人还有朋友教我们用这个 咚咚咚咚咚咚咚点赞是不是 嗯 看 金魔腔啊也是按摩的 嗯 可能朋友知道 其实在外面旅行是很累的 特别是像我们出去拍风景啊 爬山啊 就是拍外景的时候啊 对 其实非常辛苦 之前我们是有一个这种小的嘛 嗯 这个小的他可以按摩的面积大一点 比如说肩颈啊 背和腿啊 嗯 这一种就是 在小的部位啊 小关节啊 都可以用 对 主要是我们来想的是脚后跟 我们俩每次按的啊 嗯 但有这个我就觉得会很好 对 我们不是用他来点点赞的啊 哈哈哈哈 好多网友特别可爱 我们直播间的时候说点赞 说说手点累了 对 拿金魔腔 对 拿金魔腔会不会把屏幕点坏啊 哇 这包装相当不错啊 嗯 这包装手感更好的 嗯 就是说明书 我买东西最爱看的就是说明书 我每次都爱看完说明书再去证 那那肯定 都要了解它所有的功能嘛 然后一个充电器 哎 手感很舒服哎 你摸摸 哎呦 有点那种磨砂皮的感觉 对 这手感很舒服 嗯 看看这还有个小包包 看着还不错 这盒子我很喜欢啊 嗯 看起来就是质量很好 而且收纳比较方便 对 这里面应该就是各个头了 嗯 应该是 它配了好几种头了 看 我的天 这么多 对 然后当时我了解的时候啊 这个头啊 呃 属于那种就是刚开始玩这个人不要用 嗯 这个力道比较重 是吧 属于力道最重的一种头 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是最软的 是和 哎呦 你刚刚那看着也是好尖的感觉 对就是这个 嗯 所以这个它的力度是最重的 一般你刚玩的人可能那个身体陈述不了 我们的一用这个 这个好像是最软的 脸上好像都能用 有一款 哦 啊 有各种的 装一个这个用啊 最软的 嗯 给我看两分钟说明书的时间 哦 好了 啊 它的开关在这个位置 嗯 这个是of 这是 Forever 这是电量显示这是充电头 嗯 这样就开了 看现在显示是有电 然后这里就是开关 这就是档位 看 什么感觉 舒服 但是刚开始 我觉得我们因为第一次用 可以 这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我经常 疼是哪个地方疼 你看 我经常疼是这个位置 从这个脑后侧 一直沿到这根筋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 我自己就可以摁了 颈椎嘛 对 对 这个地方我自己这样子摁的 然后你自己就可以找那个位置 所以这个和我们之前 那个补充着来用是最好的 对 像以前我这每次疼 说要滑解给我摁 滑解 但是给我摁上一会儿 他就手酸了嘛 就累了 但是我其实还没按过你 你看以后这样 这个那以后就是对这样 脖子烙整压 对都可以 然后你看比如说我 天天出去拍视频这 比如说肌肉痛啊 可以放松一下 还有点痒 可以 看我的脂肪层 脂肪都在抖动 可以减肥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经常 比如说爬完山以后啊 这个小腿不是硬硬的吗 对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是吧 好舒服 这不是一般的舒服 锻炼完了呀 尬的 或者咱们回来腿疼 这是一档 还可以加大力度 听这声音 可以看到你的肉 像那个水波一样在 它总共有三个档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 刚开始玩的时候 先从一档开始 是不是啊 我就觉得我按这超舒服 我紧张一疼 像一般经常做办公室的人 或有颈椎病的人啊 我就拿着按颈椎舒服 对 那个我按腿啊 就是躺到这 这一块按的好 这一块按的不是很好 因为它 因为它是几块在滚嘛 它老是滚不到 我想要的那个位置上 这个就自己随便整了 这两个搭配很好 哪里不舒服 对 哪里不舒服 按哪里 我觉得按颈椎太舒服了 可以可以可以 以后不用我给你捏的 我手疼了 你不用捏了 华姐每次给我捏的手法 我就想让她捏 但是她一捏累了吧 我就不好意思再让她捏 但实际上我还很痛 以后可以 那个叫什么 养个羊脑再也不求人 是吧 那个广告语 以后我也不用求人了 哎舒服 真舒服 是啊 真的好舒服 我第一次用这个 而且它这个头 是这里面六个头里面 就是力度最低的一个 最轻的 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用这种 然后接下来是这种力度 是更轻一点的 反正就每种头 针对的部位和力度不同 根据需求可以用 华姐一直想按脚后跟 我俩每次就是 我俩不是有那个跟腱也忙 脚后跟每次走完路多 会特别疼 然后我俩就自己摁脚后跟 摁得我俩又疼又爬了 对 这下以后自己就可以摁了 我俩脚后跟疼的位置 不是在这底下 是在这一圈的位置 对 所以这跟腱炎的这个位置 嗯 怎么样 可以 舒服呢 感觉还可以 我还想到会力道很大呢 OK 不错 这个是个好物吧 嗯 把这撕了 喜欢撕这个膜的声音 我今天在传视频的时候 看到很多网友留言啊 就问我们俩 做好决定了没 之前不是拍过视频 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环游中国的第三站 是哪个省 有网友跟我们那个 也提了很多建议 当时我们差不多就是 被选的就是 内蒙 青海和甘肃 对 然后今天看大家的 那个留言和建议 反正有让我们去内蒙的 有让去甘肃的 有让去青海的啊 嗯 然后这两天我们也 就是按照我们的需求 也去衡量了一下 对比了一下 我们今天终于做出决定了 所以跟大家也汇报一下 呃 我们下一站决定先去青海 对 青海在六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这三个季节啊 也是很美很美的 对 很多人问人 为什么没有去内蒙啊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 在视频里也说过一些原因啊 嗯 内蒙按照我们旅行的方式 它在三个月之内 我们应该是游不完的 对 游不完后又遇到冬天了啊 我们希望尽量是一个时节 能把一个省游完 这样子去游 呃 因为每个人 他的那个旅行的方式不一样啊 嗯 他的需求点也不一样 所以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做一些选择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的就是我们环游中国的第三站现在定到了是要去青海 对啊 15号如果没有意外啊 15号就能考试考完试以后我们就会准备往青海走了 嗯 如果要是在青海的网友朋友们这两天就有空的时候就可以给我们私信一下啦啊 啊 告诉我们一下青海那边呢都有哪些必去的好玩的地方啊 对啊 也可以给让我告诉我们让我们也提前做做攻略做一下准备了嗯呃在出发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的第一任务现在就是备考驾照了对啊这两天我做那个攻略就看到那个青海 景太漂亮了你知道了查卡炎湖呀魔鬼之眼还有青海湖太美太美那边的景色特别的独特一定要带大家去看看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喜欢朋友帮忙点赞关注转发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